第十三章 科学权威的见解 而且 整个地看来 那也不像是一家工厂 路是平坦而洁净的柏油路 路旁纸满了鲜花 倒像是一家医院一样 我跟着那引路的人 走到了工厂办公大楼的门前 在踏上十几 推开玻璃门的时候 那人突然问我 你就是魏斯里先生吗 我正想随口答应他 我是魏斯里 但是我的惊觉性 却立即提醒了我 不可以随便出声 同时 我的心中 也感到了十分奇怪 因为 我记得十分清楚 当井上自雄和工程师联络之际 并没有讲出要来看他的是什么人 更不曾道集过我的名字 而刚才 在传达室中 我也只不过说要来见总工程师而已 也未曾道出自己的姓名 这人的口中 可以说出魏斯里三个字来 那人推开了玻璃门 我跟在他的后面 走了进去 那人并不转过身来 只是道 我是住这工厂的保安人员 由于这里生产一些十分精密仪器的缘故 所以有保安人员之设 在你之前 纳尔逊先生已经来过了 他料定你不久就会来的 那人说出了纳尔逊先生的名字 确实令我不能不信他了 我无地一声 既不肯定 也不否定 他仍然不回过头来 在前面走着 跨进了电梯 我也跟了进去 道 纳尔逊先生在什么地方 那人笑道 他们 到了他最想去的地方去了 我心中斗地起疑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道 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事实上 我根本不知道他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暗暗责怪纳尔逊 不应该随便向一个工厂的保安人员 讲上那么多不必要的话 可是我随即发觉那人的话 十分可疑 纳尔逊先生是一个精气能干 远在我之上的人 连我都认为是不应该做的事 他怎么会做 我对纳尔逗地起了疑心 然而我又想不出什么法子去盘截他 而正在我动着脑筋的时候 电梯停了 纳尔已经跨出了电梯 在走廊的一扇门前 停了下来 敲了两下 道 纳尔逊先生 你的客人来了 里面传来一个雄壮的声音 道 请进来 纳尔一侧身 让我去推门进去 在传达事中的时候 我因为未对此人起疑 自然也未曾注意他 在我对他起疑之后 他又一直背对着我 直到这时 我才迅速地转过头去 向他看上一眼 那一看之下 我心中便抖地一跳 那人的面上 戴着一张极其精细的面具 而如果不是我自己 也有这样面具的话 我是绝对看不出这一点来的 在那一瞬间 我心头碰壁一跳 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却可以知道 事情大事不对头了 我沉沉声道 你不进去吗 我沉沉声道